Hello大家好我是Van 今天呢跟大家来讨论的主题 或者说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这些年我喝过的代餐 如果你像我一样非常懒 然后很懒的就是去meal prep 然后去做很多吃的 然后去计算卡路里 看哪个健康哪个不健康 但是又想要就是快速的减肥的话 那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尝试一些代餐 还要再说一点废话 就是我不是一个营养师 我也不是一个健身教练 我也不是一个健身专家 我所有以上的意见 然后就是一个disclaimer吧 就是不是专业的 只是我自己用过 我自己试过 我觉得有的好有的不好 然后拿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样子可以大家少走一些弯路吧 然后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第一个来说 先说一个就是日本的代餐 或者说是一个青汁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个 这个就是有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非常有名 它说是什么酵素口味的各种什么蔬菜呀水果呀 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当时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在喝 然后我也跟风找了日带买了这个 然后就等了大概有两个礼拜 非常非常期待要喝这个 然后听说就是有很多人也有很好的功效 结果后来拿回来以后 我买的是芒果口味的 拿过来以后 大家就其实已经没有那么流行了 然后我就听说它其实 为什么大家突然不喝了呢 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糖 然后就其实没有非常健康 而且就是对绑减肥没有特别大的帮助 但是我想说既然花钱买了 我就喝了吧 然后我喝了大概两三次 我就停了 因为第一它确实是非常非常甜 然后第二呢就是它 我觉得它有一股就是 食品添加剂的味道 我不知道也许也许它都是纯天然的 或者什么的 但是总的来说 两星 五颗星 该喜欢喝 但是如果你们很喜欢喝 或者你们正在用这个也不要喷我 就是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 然后呢下一个我们来介绍这个 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带餐吧 但是或者其实算是 嗯 麦片早餐一类的古物 但它里面有很多就是 嗯里面有什么 胡萝卜 海藻 然后高丽菜 山药 茯苓 黄豆 白芝麻 大麦 燕麦 小麦 艺人 蕎麦 芡食 莲子 菠菜 就是它里面就是古物啊 然后蔬菜 然后其他什么什么都有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说用它来就是带餐也不错 然后我就买了 而且它非常它不贵 我买的时候非常便宜 大概十几块钱吧 我想说那如果真的可以吃这个的话 然后就可以不用吃蔬菜了 那很好啊 但是它非常的就不符合我的口味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不算是严控吧 但是我就是它味道好不好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不太喜欢吃这个 这个里面你看这上面写的是vegetarian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素食主义者 你可以吃这个vegetarian 然后没有creamer 没有flavoring 没有coloring 也没有preservative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就是在乎养生 然后不喜欢给身体里添加这些东西 或者说也许你是育妈妈 我也不知道 就是比较在意这些吧 你可以选择这个 而且它就感觉 嗯感觉挺好 但只是我不太喜欢它的味道 它这里面卡路里也很少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cup 才有120大卡 也就是说大概 一个鸡蛋加一个苹果的 大概这个热量吧 看得到吗 对 就是这样子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我应该会想办法把它吃完 或者是说就不吃了 应该不会吃了 然后呢 我们介绍一款就是我 就是喝了最多的代餐吧 这一款就是这个 RAW MEAL 他们家的meal replacement 这个是香草口味的 这个是我在whole foods买的 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经过认证的代餐 这个也是vegetarian 也是vegan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去吃素的 这里面有26个RAW organic的seats 然后还有 greens 就是一些绿叶菜什么的 然后有19种的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 这个我之所以买呢 也是我上网做了在欧美可以买到的代餐里面 我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这个呢 是相对来说 糖啊味道啊什么的 都非常好的一个 我现在就是也会吃它 但是一会儿再跟你说后来吧 这个还不错 这个它一个serving是290卡 然后但是我每次都喝半个serving 我觉得就饱了 所以我就每次喝半个 然后它这里面建议是跟水 或者是跟豆浆 或者是跟all the milk混在一起喝 因为它是主要主打是没有动物的嘛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喝牛奶一起喝 嗯对 然后这里面就是里面有 organic brown rice syrup organic sprout brown rice protein 然后flaxseed flour natural vanilla flavor 然后organic oat grass 反正就是一堆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然后这个我已经喝到这里了 我还是挺喜欢的 给你们看一下 它里面我已经喝了很多了 对 然后我觉得他们带餐都很好的一点 就是他们都会给你一个小勺子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量 不会说太多或太少 也很方便 嗯 但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 当然也不是说就特别特别好喝了 大概是我给它三星吧 对 就对 跟其他那两个比 已经是非常好喝的 三星的 然后整体来说给它四星半 因为它是我喝过的 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其实它上面也有一个就是 七天的食谱 你可以按照它七天的食谱来喝 然后也许会捡得更多一点 但我每次就是代替晚餐 或者午餐来喝它 因为我一天还是要吃一顿正餐 要不我就是觉得受不了 对 这个还不错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是Vega的protein smoothie 这个其实呢 是一个蛋白粉 这其实不是代餐 他们家代餐我也喝过 我喝过非常非常多代餐 但现在我手里有的就是这几个 这个呢 嗯 不好喝 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喝 但是这个我觉得比日本的那个好喝 也比台湾那个好喝 这算是第三名吧 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倒数第三名 很难喝的 然后它是就是原味的 没有买任何味道 也许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那么好喝 但是它呢 就是如果你 嗯 去做gym 然后或者去健身房健身 然后回来以后 你急需补充protein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喝它 它一个scoop大概只有80卡路里 2 servings of veggie plus 15g of complete plant-based protein 所以这个呢 它也是 可以代替早餐来吃的 然后它里面有 有两个serving的蔬果 然后还有15g的蛋白粉 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没有说特别的有意义的存在 我只知道说 嗯 它还挺健康的 但我其实听不太懂 就是也不太懂它什么意思 但是对 这个就是你运动完可以喝它 可以就是买个试试 而且他们有很多 就是vegai 或者rame 有那种小小一包一包的 你可以先试很多种口味 然后你觉得哪个好 然后再去买大瓶的 像我那个大的那个rameo 我就是试过很多 试过他们巧克力啊 试过什么的 然后我就买了vanilla 因为我觉得它最好喝 最百搭 因为对 所以我就买了那个 你们也可以就是去什么whole foods 或者pommet 或者你们身边 就是卖健身产品的这些店 或者g&c 先去买一些小包的来试一试 小包通常说是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总比你买一大盒 然后都不喜欢喝好吧 然后最后一个呢 也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slimfest 是这个 一个 也是一个mereplacement 这个好像是英国的牌子 我是在小红书上看到的 是一个另外一个 我不太记得名字 我不记得名字的一个 小红书上的博主 很多人在小红书上都有说他 就是他们说 这个是什么五天能瘦 就一个礼拜能瘦五斤啊 还是什么的 然后我想说 然后我就被吸引住了 马上这样去买 所以我就去买了 然后还没有打开 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 就是在视频里 跟大家一起试喝一下这个 因为我听说他们说 这个非常好喝 然后有像那个草莓口味的 高了高的口味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试喝一下 有23种 有23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然后 这个是和牛奶一起喝的 然后每四分之一个cup 是有127卡路里 然后听说那个 那个Victoria Beckham 就是那个足球明星的老婆 那个林塞斯的那个美女 那个明星也是喝这个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们来试一试吧 然后我为什么想在这个视频 跟大家喝这个呢 第一我还没有吃午饭 第二我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平时喝这些东西 用什么样的杯子 也可以大家介绍一下 平时用的杯子 这个就是一个blender bottle 就这样子 我买的是小号的 因为我平时不会喝大杯 大杯的像那种非常强力健身的 而且小号带出来比较方便 所以我买的是小号的 它下面还有几个 就是可以专门装一些什么干果 然后装这些粉末的一些小盒子 我找不到 所以就没有给大家看 里面呢是有一个这个 这有一个小的弹簧球 帮助就是你搅拌那个粉和液体的 所以我们来试试吧 好 那我们先来把这个打开 这我还没有打开 看全新的窝 对这个其实网上也有一个七天的食谱 如果你跟人家吃 可以瘦多少多少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就是我做不到 所以我就偶尔就是 在家或者是说不想做饭的时候 就会吃这个 吃代餐不是这个 闻起来有浓浓的奶香 还有一些草莓的感觉 我真的不应该在这个 地毯上弄这个 我觉得会弄的哪哪都是 我小心一点 它这上面说是一勺这个 配上一杯250毫升的牛奶 然后我也没有把两杯拿上来 所以我就随便倒 所以现在先把这个倒进去 我先把盖给来 我怕到时候我一踢给踢撒了 我喝的就是这个 Organic的1%牛奶 保了就随便倒 感觉差不多了就停 我觉得我有点傻 因为这上面其实有那个豪克 我就按着它就行了 所以我就倒了大概 300g 这草莓味已经非常非常浓了 但是有一种就是 椒原蛋白粉的味道 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喝椒原蛋白的人 有没有就是 有没有经历过它有股椒原蛋白粉的味道 盖上去 然后拧拧 它现在已经有那种非常漂亮的 就是粉色 草莓奶的粉色 这个部分可能有点炒 要晃这个杯子 你们可以选择静音几秒 我盖没盖进 我还说怎么就这么顺利的 没有撒 好我马上回来 好 那就我们 应该晃的差不多了吧 我们来尝尝它吧 刚才舔了一下胳膊上的 我觉得味道还行 够嘎嘴 我尝一下 这个有点甜 我放了300毫升的牛奶 还是有点甜 不过 挺好喝的 真的 我觉得是 这些里面最 就像甜品的吧 嗯 好喝 这个好喝 这个 这个味道我给它五分 我就是 体验到 现在有点腔肿 嗯 这个好喝 如果不是特别特别喜欢吃 很甜很甜的东西 就是多加一点牛奶 但是我觉得 还挺好喝的 然后它这个好像还有什么 香蕉味 焦糖味 巧克力味 还有香草味 包括草莓 一共好像有五六个味道 大家可以吃一下 好了 以上呢 就是 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然后 不好意思 给大家看到我这么 这么clumsy 这么 这么 这么埋态的一面吧 然后 好了 嗯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有什么刚才有什么 detail 我没有讲到的 请帮我留言 然后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看的视频 的主题 也请帮我留言 好了 那我们下期见 哦对了 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